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现在是一个科技的时代 所以科技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一些以前技术上解决不到的问题 所以以前的话假如是有这个热水板的话 它是怎么样的 有这一种呢 这一种我们叫什么 或者是叫热水板 就是大家的热水机 所以它们就是这样子的 里面会有这样子的 所以它们这种设计是什么 就是catter的设计啊 就是说这种电水壶的设计啊 它已经是在这个里面了的 所以它就在里面煮好那个的水 当你要用到热水的时候 你按它 它出来就是有烧水嘛 对嘛 上次我给你看一个特点啊 特点是什么 如果今天我把里面的tanky 我放出来 我把热水板我放出来 你看到有什么东西吗 它是不是跟这个iHot很像 差不多的高度跟尺寸很像 对 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一个新产品里面 是有水箱 有热水板的话呢 它的设计不可能这么小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哦 像市场上哦 有一些冷热水机的话呢 通常它们的设计和它们的造型哦 是比这台iHot啊 还要来的大两到三杯以上的 对 都是大大家的 对 因为什么它很大台 原因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要放这个热水箱 跟这个tanky 所以它的设计就是很大台 像上次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今天你的这个烧水啦 你早上煮了热水啦 如果你到了可能中午或是下午已经冷了啦 这时候你会怎么做 再煮咯 再煮咯 再按那个button再煮咯 对啊 要不然如果你担心水质有问题 你可能会倒掉 再装水 再煮咯 对啊 ok 所以这种热水挡开也是一样的原理的 比如说如果今天它的水里面 在里面已经开始不热了 这时候它会怎么做 它就会开始在翻煮咯 一直翻煮 它没有得倒出来的 因为它不会自己可以这样子倒出来 它不能够的 所以它就必须要review回水 一直在里面不停的翻煮 翻煮翻煮 所以我们会听到有些报道就说 千滚水不好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这种是比较属于旧的科技了 ok 然后第二个啊 像我问你啊 一般像你们这种电水壶的话 你本身会不会去清洗它 肯定是会啦 我们种你两三天你一定要洗一次的 会肮脏的 你一定要洗的 所以你会知道说 因为电水壶一般上我们用久了过 它一定会肮脏啦 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你就不需要做清洗的 像我问你啦 这种水胆这种当地的话 通常你没有办法两三天才出来洗的 这种麻烦哦 对 你要拆螺丝什么 对 所以一般上的话呢 我们自己住家用的话 没有办法才出来洗的 所以你必须要这样两三个月过后 你不需要找这些专人过来跟你做清洗 所以这时候你就不需要给费用啦 你要给钱 对 所以你就变成 你会有一个extra的costing 在里面 它就很贵 然后最重要是 比如说上次啦 如果今天你的家突然间搞一个party啦 有可能比较多人过来的话 你用完了一个liter的水过后 你要怎么做 再装水再煮咯 再装水再煮咯 这样第二个人是不是要在那边等 五分钟嘛 他就等五分钟 如果今天有三十个人来你的家开party 这样你三十个人不是要等每一个人等五分钟 对吗 对哦 所以今天的话 等于说这种冷热水期 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热水 用到完的时候 它就会refill新的水进去里面 然后你要等它煮 烧水 煮完烧水过后呢 你用完了过 你又要再等它 所以如果你的家是当好有很多人在用热水的话呢 其实它没有办法support的 所以它就会有什么 更大台的热水机哦 这样你的家就要放更大台的冷热水机 一般上家庭很少人会买这种 因为爱位置那种 对 因为很爱位置 厨房没有这样多位置啦 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这一台 这小台哦 它不但没有水箱 而且它采用最新的科技 它马上出来是热水的 它只需要多久的时间 两到三秒的时间 这样快啊 两到三秒 它直接出来 它就是那个热水了 非常的快 而且你看到它是很小型的